娱乐圈中有许多80后的男演员 他们有的逐渐成为演艺圈中的中流砥柱 有的则是越来越油腻 变糊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80年到85年的男演员 他们如今的咖位已然变了许多 第十位 张翰 84年出生的张翰一开始就是演偶像剧出道的 当初她的慕容云海 虽然台词剧情都挺雷人的 但那会儿她颜值还可以 后来她和赵丽颖合作了 姗姗来了 算是凭借唐主小报了一把 不过这几年的张翰发展得很一般 演了太多油腻烂剧 现在还因为自己担任编剧制片人的新剧 东八区的先生被拳往群巢 剧中张翰的人设油腻浮夸 还上演了贤猪手 西凶的一幕 被网友批她太猥琐了 而且她在剧中还扯女演员的那一代 让人看了就觉得不适感满满 吐槽 张翰现在是由内到外的油腻 第九位 贾乃亮 同样是84岁的贾乃亮 她早些年拍了不少剧 但属于相边角色 没啥太大的热度 后来她开始变成综艺咖 上了许多综艺节目 比如爸爸回来了 极限挑战等等 提升了自己的热度 她现在开始在一些大制作出演配角 比如今年正午阳光的新剧《相逢时节》 她在剧中给雷佳音作配 算是剧中的男三号 之后她和郭金飞弹着合作了追爱家族 也是给郭金飞作配 主角还轮不到她 此外 贾乃亮还在直播带货 应该也赚了不少钱 但就是在演艺领域没太多的代表作 八位 杨硕 八三年的杨硕 她其实有着硬汉的外形和雌性的嗓音 也是中喜科班出身 她早期作品也是偏硬汉风格 比如《刀客家族的女人》中饰演的余画龙 后来杨硕揭拍了《欢乐送》 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知名度 但她也被网友打上了有网的标签 近两年的杨硕还是主攻影视领域 她目前能接到一些大制作 比如《大火》的年代剧《大江大河》 在剧中饰演野芒生长的农村改革急先锋 雷东宝感觉她如今没有以前那么油了 第七位 张鲁一 八十年的张鲁一是北大的艺术硕士 她自带一股文质彬彬的儒雅气质 角色的可塑性也很强 之前张鲁一出演了不少正剧 比如《红色》 《燃情大地》 《爱国者》等等 口碑都还不错 颇有正具实力派的感觉 后来她接拍了《大秦妇》 在剧中饰演了嬴政 但由于角色年龄跨度大 她因为在剧中装嫩被穷潮 之后被接到的资源就一般般了 例如今年上线的完美伴侣 和漫长的告白都没啥水花 看来张鲁一要想下之后的戏路调整了 第六位 朱雅文 84年的朱雅文之前被誉为行走的荷尔蒙 她凭借《红高两周》饰演的男主角于战敖 拿下了白玉兰失地 不过这几年她开始偏电影圈发展 但在大制作里还演不到主角 比如在悬崖之上《长津湖》里 她表现虽然不错 可惜戏份不太多 而且朱雅文现在的电视剧资源也一般了 她特别出演的《人生》若如初见遭遇撤党 与万倩合作主演的都市商战剧《简岩》的夏冬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 算是铺接了 第五位 罗晋 当一年出生的罗晋一直精更电视剧领域 如今她是妥妥的大男主演员 而且造型一股一惊 这两年罗晋的热度很大 其他的剧播出效果都很好 不管是古装剧 鹤立华庭还是都市剧《安家》 罗晋饰演的男主角都展现出了不同的风采 她今年上了两部新剧 一个是特别出演的幸福到万家 一个是口碑颇佳的庭外 同样是令观众印象深刻 近日她的新剧《天下长河》上新播出 在剧中饰演康熙一角 也是让很多网友都挺期待的 第四位 王凯 82年的王凯早在06年时就出道了 2013年她出演历史正剧《北平无战事》 凭借方魅伟一角展露头角 2015年她凭借着谍战剧《伪装者》和古装剧《狼牙榜》 获得广泛关注 还拿了《白玉兰》最佳男配 如今的王凯很爱惜羽毛 现在已经手握兜布高分口碑神作 这两年她出演的《大江大河》以及《山海情》都是爆款剧 近日她还和何炅搭档主持了《金银结班》奖礼 第三位 王宝强 同为82年出生的王宝强则是圈中有名的草根明星 他早年是武行跑龙套的 后来才开始演电影主角 并且还拿下了多个大奖的影帝头衔 这两年王宝强的电影资源有些一般 但是他在电影圈的地位摆在那儿 咖位不可能低 再加上他之前 《炯》系列和《塔人街探案》系列都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 所以王宝强后续的发展应该是很稳定的 第二位 胡歌 82年的胡歌算是电视剧中最亮眼的一位男星 他的电视剧几乎是步步经典 不管是早期的《仙剑》系列 还是全眸鼻祖的《狼牙榜》 或者是谍战剧《伪装者》 都是较好又较错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胡歌的电视剧资源太强了 他从出道以来都是大男主 现在还能接到王家卫的剧 合作了繁花 其实他电影资源也不错 和文琦严依合作的讯录 颇受大家的期待 第一位 雷佳音 83年的雷佳音早年就在各种剧中演配角 比如《回家的诱惑》中的哥哥林义德 现在的雷佳音可谓是如日中天 影视中全面开花 而且三个方面的资源都很强 没有短板 又刚刚拿下精英势力 其实他是在2017年才开始慢慢走红 当时他拍了我的前半生 凭借前夫哥一蹶出圈 后续的影视资源就很不错了 但是雷佳音这几年的飙升速度太快 很多人都说 他现在的咖位简直是突飞猛进 看了这十位八年后的男演员 他们如今的咖位大不同 想必后续的发展也会不同 让人很是感慨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雷佳音荣获最佳男演员 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老婆翟旭飞的支持 2022年10月6日 在娱乐圈闯荡十几年的雷佳音 终于拿下了最佳男演员的奖项 舞台上雷佳音磕磕绊绊地发表了获奖感言 憨厚的样子让网友觉得倍感亲切 作为书圈代表人物 雷佳音的外貌并不出众 一眼看上去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说 他有亲和力 让人没有距离感 再加上他演技在线 很多网友都觉得他拿奖是实至名归 看到雷佳音斩获新奖项之后 网友对对了他背后的女人充满好奇 关注雷佳音的网友都知道 他私下里是个很低调的人 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他的生活 也很少透露自己的情感状态 雷佳音虽然混迹演艺圈 但他走的不是流量爱豆的路线 因此很多人都不太关注他的私生活 以至于他和翟旭飞结婚很多年 网友都不知道女方的样子 雷佳音的老婆翟旭飞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和雷佳音是同班同学 两人大学时期总是一起上课 感情十分稳定 毕业之后没多久就结婚了 这种校园爱情让网友十分的羡慕 翟旭飞与雷佳音结婚之后 也进入演艺圈发展 还成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 不过他的事业心并不是很重 因此知名度不高 比起事业 他更愿意在家打理好家庭 全力支持雷佳音的工作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而他后来之所以会出现在大众的事业里 其实是源于一个误会 前几年雷佳音与佟丽娅拍戏时 两人同喝了一瓶水 于是媒体开始不风着影 造谣两人关系不一般 大众对出轨这种事情都比较敏感 一般情况之下出轨十有八九会离婚 看到绯闻之后 网友都在好奇 雷佳音的老婆会怎么对待这件事 令网友意外的是 翟去飞面对这件事 选得是非常的冷静 即便外界留言四起 他也选择相信雷佳音 为了破除谣言 维护雷佳音与佟丽娅的名誉 他还晒出了全家福 自从在观众面前露脸之后 网友都很喜欢他洒脱的性格 翟去飞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 发发日常 晒晒美照 如今的翟去飞已经是37岁了 但看上去一点也不嫌老 加上他身材高挑 很多人认为他和雷佳音 有很大的年龄差 但其实雷佳音只比翟去飞大两岁 与雷佳音结婚九年之后 翟去飞为他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小北北 从此开启了全职妈妈的生活 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 他发合照时总会给孩子打码 如今 雷佳音的视野越来越好 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但他依旧不喜欢向网友分享他的生活 很多人推测 雷佳音和翟旭飞的关系并不好 其实网友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雷佳音虽然比较低调 但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两人经常一起出去逛街 还曾在超市被偶遇 在网友拍到的照片里 翟旭飞和雷佳音像普通夫妻一样 推着购物车一起买东西 购物车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 满满的生活气息 雷佳音出道比较早 但由于机遇问题 一直没拿到合适的角色 成名比较晚 但翟旭飞并没有因此而埋怨他 而是一直支持他追逐梦想 直到他拿下最佳男演员 雷佳音有如今的成就 与翟旭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有翟旭飞这样温柔体贴的老婆 雷佳音才能够专心在演艺圈打拼 雷佳音才能够专心在演艺圈打拼